主料,雪里红400克,五花肉200克,甜面酱25克,主料,葱末,姜末,蒜末,干红椒段,白糖15克,料酒,酱油,鸡精,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雪里红要提前浸泡,去掉多余的盐分后,洗净控干,雪里红切成末,猪肉切成小丁, 葱姜蒜片末,干红椒切断,炒多上火,热油,包香干红椒及葱姜蒜,加入肉末炒至变色,烹入料酒,加入甜面酱,炒出香味,酱油要酌情鲜加,加入雪菜末,翻炒至匀,加入白糖一勺,加入高糖或水,将要没过即可,将干小火闷,碳到吞汁基本收干时,掉入味精或鸡精翻炒至匀即可, 烹饭技巧,小贴士,一,在炒雪菜的时候,一定要加入适量的白糖,可以去除腌菜的苦涩,还能提鲜 二,为了避免过咸,炒这道菜,用的雀里红,尽量提前得浸泡咸时间,去除咸而,因为甜面酱本身也是咸的,爱心提示,腌制的食品,几小花油含量都较高, 因此,食用时注意配合多知些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或水果等,以阻止亚酵胺的形成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